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金市策略 今天是11月7日星期四 昨天的金市并不是太大变化 金价价价在低位反弹 但美元反而微微上升 究竟是否已出现下跌周期 先看小时图 昨天的金市早段会有反弹 但大家要注意 星期二下跌至1、2、6、1 已经是第三个日落 昨天也说过这也是第三次试 大家应该记得 在日线图上一次未上1300之前 在1295做了三个顶 就是第三次穿 第三次穿的时候 也是第一次试不穿回吐 再上来才穿 如果用今次的例子再看 前两次又是试一次 第二次是1261 如今次又是昨天试了日落 小时图连续两天试至接近1261 但未穿 是否代表第三次会跌穿 昨天反弹也不多 昨天也有跟大家说过 如果从状况来看 可能我仍然会在这些位置反弹一下 但沽那方面 大家会觉得开始有些 我给大家的价格 就有些保守 因为事实上 虽然如果它弹得多 你先去沽 好像已经摆绝了弱势 才去做 好像不是那么合理 但实际上大家也要明白 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这种位置去做 下望的空间亦相对较少 昨天最高的金额 上升1269 昨天的波幅也没有10元 就算我当你拿了日落 可能只有6元 所以昨天的走势 好看不好吃 但也要看多一件事 就是美元指数 因为昨天美元反而继续上升 但现在12月 由年头到现在都告诉大家 我认为美元会强 但到今天为止 你发现今年买美元是最错误的选择 而现在的美金虽然有微微的上升 也上回到93.6元 昨天最高 所以昨天的金额跌得少 反而应该说 昨天的美金升 但金额跌的幅度开始减低 如果这样的话 既然短线未破到日落 我估计可能反弹会高一点 即是可能今天有机会上回7至头 但上升到77元 这些位置可否沽 可能真的要等它反弹多一点 再沽会比较好 但现在接近1260元 我们可否买 可能我也觉得要观察一下才知道 所以大家记得去我的Sky-Fi 在Facebook专页 今天的节目才做到这里